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20日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当你的文章被收录之后 如何进行会议注册以及交费 我们今天就用接下来要发生的 AAA 2024来举个例子 首先,希望大家对我的YouTube和Bilibili账号 多多关注 大家的努力点赞、投币、收藏、转发留言 是我不好好做科研的最大动力 我先来看一下粉丝的留言 第一个朋友问,默认是计算机博是吗 对,我讲的大部分都是计算机专业相关的 第二个朋友说,我之前slide里面说 教授做科研的时间太少了 只写了10% 这个确实是我可能当时算的比较少吧 因为我做完这个slide之后 有一些前四计算机的教授也来跟我说这件事情 他们说我可能写的有点少 然后第三个人说 羡慕英雄联盟里面可以打团的人 因为他们都是1V5 我不知道这些同学有没有玩过英雄联盟 就是有的时候你需要1V9 然后第四个同学说 他说有一个学生 那个GP2.79 TOP84 去了UW CSP 然后第五个学生说的 这个我没太看懂 如果谁能理解他在说啥 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解释一下 我可以单独回复他一下到时候 首先这是Triple I的一个注册网站 你如果想去开Triple I 或者你中文章 你点这个link就可以去注册了 打开这个网站之后呢 你首先能看到很多就是说 就是表格吧 就是写了你注册需要多少钱 然后首先这是两个表 就是说你如果是会员的话 你需要交多少钱 这些钱都是美金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 你是学生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交的钱不超500 你是老师的话呢 你可能需要交的钱大概不超1000左右 然后如果你是非会员的话 你会涨一些 比刚才稍微贵一些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就是 你去这个网站上你要填多少信息 你都要填什么 首先就是说你要填你的姓名信息 就是你要填你的first name和last name 就只有一个非常confused的地方 就是西方人跟中国人写first name和last name是反的 中国人喜欢先写姓 再写名 比如说你姓张名三 你就写张三 姓李名四 你就写李四 但是外国人呢 他会先写名 比如他会先写四 再写李 所以first name呢 你如果你就应该在那写si 然后last name你在那写li 如果你的名字过于复杂了 你还可以在那写一些 就是英文字母告诉别人怎么发音 然后这里你需要写你的 就是一些工作information 比如说你的一些邮箱 然后你的工作title 以及你在哪工作 比如说你是大学呢 还是研究所 然后你具体属于哪个研究所下面的 哪个部门 或者大学下面的哪个系 再接下来呢 你需要再就是说 你是一个新membership 还是一个membership 人家人家人家选一个 因为这两个钱导致可能 这两个的选项可能 导致你交的钱是不一样的 在下面呢 你要填你的地址 就是这个街道地址呢 大家就自己填啥是啥就可以了 就是我现在说一下 就是说这个city一般填什么 就是在美国的话 你需要填一个city 就是说你是可以查到 你地址对应的city的 比如我拿华盛顿大学周边 举个例子 那你就填Seattle 对吧 然后这个state province呢 在美国这边 你可以填全程 也可以填两个字母的简写 然后zip code呢 这边一般是一个五位的码 然后比如说98105 然后country的话呢 你是unitstates 你就写unitstates 你是加拿大就写Canada 你是中国就写China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说 你愿不愿意 就是会议的组织者 以及一些sponsor人 获得你的邮箱 给你发一些广告 或者之类的邮件 然后你想填yes就填yes 想填no就填no 这个都无所谓 全比你自己想不想 去看那些 就是spam邮件 就这里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必填项 因为就是有些人 论文没有重影响 去开会对吧 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论文呢 你就把你的论文的title 然后它的论文对你的ID 写在这 如果你没有的话 就可以跳过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写你的性别 以及你有没有 就是已经毕业 你是一个在校学生 还是一个 就是已经工作的人 这里给大家需要放 自己的一些个人主页 比如说你的 Google Scouting Information 或者你的一些 LinkedInk Twitter Facebook 对吧 大家不应该放YouTube 我放这个YouTube link 主要是希望大家能够 多去关注我的YouTube 然后这里有一个 opening reception 就是在整个会议 刚开始的那天晚上 可能有一个晚宴 然后这个晚宴 可能会有些人在会讲话 然后还会吃的也比较好 所以你需要交一些钱 这个里面 你可以好像可以看上去 你可以带大人去 也可以带小孩去 然后小孩会便宜一些 接下来是poster section 就是会议分两个部分 一般来说有一个aural section aural就是有人给talk poster section 就是有人挂海 挂海报 然后这里 大家可以看选择一下 你要不要去这个poster section 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 你就选一 如果两个人去的话 你就选二 然后这钱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你需要填一些 就是emergency contact 这在美国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很多时候 你干一件事情 你都要嫌一个 就是紧急联系人 这个大家也可以写父母 但如果你的父母在中国呢 就我建议你写一些美国的朋友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及时接到这个电话 然后是这个创建密码 大家就一定要 去一些自己能记住的密码 因为你到时候 可能需要去登录这个东西 在开会的时候 所以不要去 去一些奇怪密码 早上自己都忘了 现在有很多 机密码的网站 大家可以用 我试着走着下来的一个流程 最后我就啥都没选 然后大家 我需要叫870 你如果要选一些78的东西 你可能还要再叫更多钱 这还有一个地方 你可以输discount code的 我不知道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会议还能输discount code 但我不知道去哪拿这个东西 如果你们谁知道的话 可以在评论去告诉我 最后当你填完这些东西呢 你的payment也够输了 那就你大概就已经搞定了 然后你接下来就可以去 等着去开会了